我們現在是不是在有關法官法這一部分 要再做一些修正 像我最近我就修正了一個嘛 法官的考基 我把它修正了把它分為三格嘛 以前是本來是三格 三等份 結果把它改成兩等份 結果法官 我們全國的法官百分之九十九點多 都是假等 最優等的 請問你相信嗎 改成這樣子 我們現在把它改回來 至少假等一等兵等 改為這樣子 那回復一般公務員的 所以我在講的就是說 問題在這裡 那把這些問題解決 那這些大法官該不該 好好的來檢視 那就讓立法院聽眾會來處理 好這一次總統親上火線了 他站上這個私改會 他自己擔任召集人 所以大家看總統 他重視自把改革自己當召集人 青上火線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好其實過去當然總統是民選 議員 我們議員以前做過理長 勢必公親 坦白講 紅白鐵跑不完 但是如果總統當成里長來做 那未免太辛苦 六百多萬票選總統 當然不是這些小事不重要 人民的小事是政府的大事 但是總統有更重要的 要抓住一個原則 如果現在勢必公親 親上火線 我們就拿即將要發生這個私改 總統親上火線是一個宣示作用 當然他也提到了副召集人可能會有比較重要 社會賢達來出任 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總統接下來會不會每件事都要自己上 我在想司法改革 蔡英文總統 他很重視 可是我看起來他親上火線 來任這個召集人 改革的召集人 到底是對或錯 到底是好或壞 到底是加分或扣分 我想各有解讀 各方看法不一 但是這有兩點 第一個想改革支持他的人 就認為蔡英文 這種當召集人這種做法 就好像先是改革的信心 然後對自己好像不成功變成人的改革決心 這是支持的人的看法 可是不想改革不支持的人 就會講說 蔡英文你當這個召集人 破壞私法體制 政治甘以施法 所以怎麼對啊 怎麼做都有正反跟反方 所以我在想 我在想 這個到底對與錯好與壞 那大家靜觀其變 大家看嘛 那施法改革 確實有它的重要性 跟它的急迫性 從台灣人啊 走進法院 一個通關密語 因為一個趙豪法官 一個大律師 那個用格大律師 說實在的 我想你們常聽到這句話 是因為有一個情侶啊 還沒有結婚耶 可是他這個 那個衛婦夫啊 換了換了事情 這個女方啊 哭成一團說 我懷有六甲的 你現在拿抓去關 我該怎麼辦 他就講這句話 哎呀你放心啊 一心重破壞二心輕叛 三心就滴腳蜜蜜蜜 所以這個故事是從這裡來 從這個話就可以看得出來 施法改革是非常重要 那我在想總統的值錢啊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一個是國防 一個是外交 一個是兩岸 可是我們話再說回來 憲法四十四條 兩位法律專家在這裡 憲法四十四條都規定 燕與燕發生爭論的時候 總統他是有高度的 他是要出來調停 出來做這些 這個這個召集這些解決的 可是蔡英文總統 如果任這些 司法改革委員會的召集人 最後會不會變成公親病屬住 這個是值得探討 會不會說我總統當司法改革 到最後我會不會公親 公親病屬住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 雖然是很小的事 但是會不會產生這個問題 另外我在想啊 我比較不太認同的 最近有一個看到司法院的副院長 就是蘇詠卿副院長 重炮抨擊 強烈反對 總統府設司法改革委員會 他還覺得說不能開司法改革 國事會議 我真的很不懂 人家要司法改革 開國事會議 聽大家的意見 集思廣義來作為改革的方向 跟改革的準則 那怎麼不要設 我不曉得他的想法是什麼 或許因為他是司法院副院長 他有他的思考邏輯 可是我是覺得說 這好像是我們不對體的這種反對 那我在想 我還是要呼籲我們蔡總統 既然要改革 你就要有這種魄力 所以改革過程當中壓力一定很大 所以改革過程當中 我們絕對血淋淋的制度挑戰 所以你要撐得住 小英千萬千萬不要 像馬英九做任何事情 就是虎頭蛇尾 然後遇到危險回向跳躁 只有改革改一半 這樣的話 小英說實在 人家台灣人民會看不起你 最後我真的還是呼應 我們用格所講 司法官的養成非常重要 我們可以看美國英國華國德國 人家的制度是律師先做一做 然後他才去當法官 第一個有經驗 第二個叫做專業專辦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法官就是考試制度 我只要會讀書 我只要會背書 這個這個姓華行華 我背了滾瓜亂熟 他就考過訓練以後 他就變成法官 可是他沒有經驗 他實質的認定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就是司法改革很重要 另外一個 就是有錢這麼多就打冰錢 沒錢就沒辦法打冰錢 很簡單 裁判會一進是一%嘛 百分之一嘛 1.1 1.1 那2審是1.5嘛 再加百分之一 1.1加百分之五十 那我是覺得很奇怪 有些有錢人 他民事官司贏了以後 他把他的標的物提高 讓你沒有能力去付這些裁判會的人 把他因為上訴 是你要去繳裁判會 所以讓你繳不出來 這個司法當然就會被駁回 就像我上上個禮拜講過了 沒有錢的他做一個裁判救濟 結果最高法院給他裁掉 說你這個要調查清楚 他沒有行為能力 他根本沒有這種信用 這個程序 所以你要救濟他 最高法院把他裁定了 高等法院造財給他駁回 這代表什麼 就司法不知民間疾苦 所以真的小英總統要改革拿出破例 要改革適時的決心 我相信你要做這個召集人 只要改革成功 台灣人民一定會喝載 那勇格親自當召集人 這個是一種破例嗎 是加分還是減分 輕力輕微是合理性 這是必要的 但是各司其職需不需要 大家思考什麼叫司法獨立 司法官也是公務員 司法官如果天天不上班 開庭的時候開到一半 他就跑去擠頭 說不要開啊 我獨立 我決定然後他就去玩 請問這樣的司法官 你覺得要不要退場 我不能退場 因為我是獨立行使之權 憲法八十條八十一條保障我 根據法律獨立審判 保障我為終身職 所以你不能叫我退 這樣的司法官你能接收 所以啊 所謂司法獨立不是這個意思 司法獨立指的是 個案我們不能去干涉他的判斷 個案不能干涉判斷 所以大家可以常常看到 在立法院為什麼說 檢察官不必來立法院 接受立委的監督 因為那是個案 因為他都是在辦個案 但是如果司法行政的部分呢 司法也有他的行政部分嘛 譬如說你的判決書多判好了 公佈啊 你多久判到書要走出去頂頂這個 如何蓋官房 法官檢察官要上班吧 你不能不上班說 我一年上班三天 所有的案子三天一起解決 然後我297天到國外去玩 可以這樣嗎 也不可以嘛 所以要讓大家知道 所謂司法獨立指的是 不干涉個案 但是在整個國家司法政策 司法的體系 這個部分那就不是干涉個案 沒有什麼獨立性的問題 這讓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想我們為什麼 有說要關審制 有參審制 有陪審制 三個 其實三個制度沒有什麼階段性的行為 所以不要誤會 明顯不要誤會 就是說這個走來這個不是這樣 這三個是我們要選擇一個 勇哥 是不一樣的 如果照你這個定義的話 那我就看不懂蘇詠卿的意思了 對啊 所以蘇詠卿 所以剛剛國城不就在罵蘇詠卿 我們也是看港劇都說 哇大律師干預師嘛 所以啊 蔡總統又沒有干預個案 所以沒有干預個案 這就司法獨立 並沒有 並沒有危及司法獨立 也沒有去干涉到司法獨立 所以換句話講 總統以他的高度 就我們國家的司法制度 來召開這個會議的話 講得不懂 那是有承擔啊 他可以不必承擔這個 可是他承擔的 那當然剛剛國城有提到 憲法事實施條 願以願間的這些證據 我們的憲法事實施條 總統可以召集各院 然後來商討來解決 這是這樣子 那大家想一下 司法官的進場 跟哪一個院有關係 跟考試院有關係 因為司法官如果要進場 就像我剛剛講的 大學要不要靠到司法獨立 我們中華民國曾經出現一個天才 十八歲 十八歲 十九歲考上律師 他如果那個時候辭職下來當律師 他還沒有行為 他還沒有完全行為能力 因為我們叫行為能力 二十歲才有行為能力 他十八歲扣到法官 他就要去做法官 十九歲扣到就輸 他們做就輸 蔣經國召見他 拜託他 你千萬不要去當法官 你一定要等當完兵回來 然後呢你再去 那時候當完兵回來 就二十二歲 他是讀師專的 台中師專的 師專三年級 就全部考上 那個人 這一次被提名到法官 優不優秀 優秀不得了 不過他拒卻了提名 他說因為我已經要辭職下來當律師了 我對我的一起要下來的人 我要給他們誠信 所以雖然給我這個榮耀 我拒絕 那個人叫陳守煌 馬王政政裡面的高檢署檢察長 那個陳守煌 被黃世民冤枉 對那個陳守煌 你看這個提名到法官 等於對他名譽的恢復 可是他說我已經答應 我的朋友要一起開律師事務所 所以他在這個月 他就退休了 所以他拒卻了法官的提名 所以我要問一下 我曾經跟陳守煌 因為他博士班跟我是同學 我問他說 喔 學長 你真厲害 十八戒靠到思法官 你如果去做會怎樣 他說 如果去做 事情大條 他說他就一直在讀書嘛 家裡也很窮嘛 讀師專 請問 說得難聽 酒家 母湯三個不得了 你知道嗎 碰到如果有這邊的風化案件 請問你怎麼辦 你如果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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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賭博案你怎麼辦 也就是他也不知道 甚至五百兩百五十二十 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想 那怎麼去辦案子呢 所以我們在看到這個時候 那司法官的進場 你看有關 退場呢也有關 所以這裡面會有很多院記 司法院 行政院 考試院的一些 那總統以他的高度 來處理整個司法改革的這些問題 哪裡有錯 沒有錯嘛 這很正確嘛 所以大家當把這個問題看清楚 總統以他高度來處理 沒有什麼違憲的問題 所以國城 雖然不是讀法律的 可是他從嘗試就判斷說 蘇詠勳講的是錯的 所以我跟你講嘛 司法 法律及生活嘛 你看國城就把生活跟法律結合在一起 我們那些所謂大法官 他把法律跟生活給分開了 好像變成一個 哇 八條不棄 行而上 問題就來了嘛 所以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們的為什麼要司法改革 就是這些人 他做太久了嘛 那我們再看 想一下我們的很多問題 總統他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那他去留學 讀書回來以後 他還當過法律系的教授 裡面有多少法官什麼 都是他的學生 像吳秉銳 他以前在政大上過他的課 應該 造好應該也是 蔡英文的學生 應該有上過他的課 所以他是當過法律系的教授 他知道 他從學生裡面的各方面 他瞭解問題出在哪裡 所以我要講的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些問題 那如果讓總統親自來召開 當主席這個會議 來聽聽大家的意見 在總統的高度 記住蔡英文 他不會用他自己的意見 強加在整個司法改革的身上 他不會 聽大家的意見 調和鼎耐 就像憲法四十四條裡面所規定的 我想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會把司法改革 帶入另外一個契機 這是我們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 大家要用好的態度去看他 但是總統當召集人 一定會有一些聲音 就沒人了嗎 難道已經沒有人才了嗎 你要自己當召集人 親上活血有這個必要性嗎 相信在520就職的時候 那些掌聲對總統來說 壓力應該不小 換句話說 這次的司改 其實涉及了 這是什麼 組織內部的轉型正義 包括了一些過去不為人所知的 這些東西 不僅要把它淘汰 而且未來剛剛這個明顯 我看勇哥講的時候 你也表情上也是這個 那個... 微笑啊 微笑也對 好 那你就從所謂的 蔡英文有沒有干預司法 你的看法 我第一次啦 我剛剛 我必須要勇哥我要澄清一下 他每次都很喜歡引用說 換年是國民黨開的老獎 徐爾德在內部會議開個玩笑 我覺得那個 好 一直被他拿出來講 那個是針對個案不是開玩笑 可是針對澎湖的案子 其實他一直要引用到現在來 澎湖的立委的官司 我已經有幾個數據啦 如果是法院真的國民黨開的話 馬英九到現在 告人家的官司 每一件都輸啦 那金普聰 告人家的官司 八連被起訴 八連拜啦 我知道啦 十一四轉 多少百年沒回來啦 有好多的簽證 我還有民進洞葛啦 我心裡腦袋不現一個想法說 你還有民進洞葛喔 我被你們告啊 然後我心裡想說 我來丟一個給你告 不好意思 如果法院是民黨開的 那我就剉賽 我們都馬上被抓進去 不行嘛 我覺得說 是民進黨黨中央告你嗎 是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啊對啊 你沒那麼偉大嘛 你立委候選人 感覺要民進黨什麼關係 超越藍綠 超越政治嘛 所以最後我心裡面這樣想說 司法是中立的 必須要超越藍綠啦 啊好 這回到 我還是相信 司法可以公正的審判 最後判出來怎麼樣 我接受啊 那最後說 蔡英文跳到第一線 擔任那個 即將擔任司法會議的召集人 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總統是總統 總統不要太召集啦 變成召集人 太過於召集了啦